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调研机构Tech Insights合作编制的最新报告显示,随着电子板块销售额的上升、库存的稳定和晶圆厂产能的增加, 2024年第一季度,全球半导体制造业出现改善迹象,预计下半年行业增长将更加强劲。 报告称,随着高效能运算HPC晶片出货量的增加和Memory定价的持续改善,IC销售额在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了22%的同比强劲增长,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将激增21%。 IC库存水平在2024年第一季度趋于稳定,预计本季度将有所改善。 另外,晶圆厂产能持续增加,以300毫米晶圆当量计算,预估每季度将超过4000万平晶圆, 今年第一季度产能增长1.2%,预计第二季度增长1.4%。 ICMI首席分析师Clark Sen表示,一些半导体领域的需求正在复苏,但复苏步伐不均衡。 人工智慧晶片和高频宽记忆体是目前需求最高的设备,导致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和产能扩张。 然而,由于人工智慧晶片依赖少数关键供应商,其对IC出货量增长的影响仍然有限。 Tech Insights市场分析总监Boris Matidi表示,2024年上半年的半导体需求洗油参半, 由于生成是人工智慧需求激增,记忆体和逻辑出现反弹。 然而,由于消费市场的缓慢复苏,加上汽车和工业市场的需求回落, 模拟、离散和光电子产品出现了轻微的调整。 随着人工智慧向边缘扩张,预计消费者需求将得到提振,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全面复苏。 此外,随着利率下降和库存下降,汽车和工业市场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增长。 与此同时,在当前国际地缘和产业发展形势下,台积电正在加速在海外的建厂计划。 5月中旬,台积电表示,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建设欧洲工厂。 台积电欧洲业务主管Paul D'Abbott称,该厂的工作正按计划进行。 去年8月,台积电宣布将与德国建设公司在欧洲首座工厂,该厂预计将于2027年底投产。 据报道,对于在德国德勒斯登投资半导体工厂的计划,台积电曾表示, 将与博士、英飞玲和恩智浦共同成立合资公司。台积电持股70%,其余三家各持股10%,该项目总计投资金额预估超过100亿欧元。 台积电彼时在盛名中称,德国晶圆厂预计采用台积电28奈米、22奈米平面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, 以及16奈米、12奈米骑士厂销电晶体LINFET制程技术, 越产能约4万片300毫米的12英寸晶圆。 新工厂将进一步强化欧洲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,且创造约2000个直接的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。 此外,还有行业分析称,台积电正跟随于美国、日本的战略选择,将先进产能平行转移出去。 目前,台积电已经在美国建设了两座工厂, 其中,第一座工厂将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4奈米制程晶片, 第二座工厂将于2028年生产2奈米制程晶片。 4月,台积电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宣布,将在美国建设第三座工厂。 第三座工厂预计2029年或2030年落成,生产2奈米或更先进制程的晶片。 至于日本方向,台积电在日本建设的第一座工厂,厂房已于2023年年底竣工, 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,预计2024年年底开始生产22奈米、28奈米以及12奈米、16奈米制程晶片。 第二座工厂将于年内动工建设,预计2027年落成,生产6奈米制程晶片。 根据媒体报道,台积电正规划在日本建设第三座工厂,生产3奈米制程晶片。 在台湾,台积电正在运行和将要建成的晶片工厂有13座,其中包括研发用工厂。 按照这些规划,大约到2030年,台积电在美国和日本将有6座工厂,台湾有13座工厂。 值得注意的是,据外媒OFTEC日前报道,英特尔与国防部合作的快速保障微电子原型商业计划, RAMP-C计划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,开始在美国生产,原本只能在欧洲或亚洲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的早期测试样品。 这项国家安全加速器计划是由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提供赌注。 2021年,英特尔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快速保障微电子原型商业计划,RAMP-C, 及英特尔代工事业部,FS将作为美国国防部的商业代工服务供应商, 制造美国国防部关键系统所需的客制化晶片及产品。 除了英特尔外,包括IBM、Cadence、Synopsis、徽达、高通和微软在内的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都将为RAMP-C计划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。 整个RAMP-C计划目标是加强美国政府的供应链安全, 并强化美国在晶片设计、制造和封装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。 2023年7月,英特尔宣布,作为美国国防部RAMP-C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, 英特尔代工服务事业部将新增两位客户,Boeing和Northrop Grumman。 随着RAMP-C计划进入第二阶段, 美国国防部的供应商将可以使用Intel 18A制程技术和产业标准的电器设计和分析工具, 加上相关IP来开发和制造测试晶片。 为产品设计、流片做准备。 目前,RAMP-C计划已经进入第三阶段, 美国国防部相关供应商已经开始利用Intel 18A生产早期的测试晶片。 作为与国防工业基地地部客户合作的一部分, 包括Northrop Grumman、波音、微软、辉达和IBM等企业都将与英特尔合作开发Intel 18A晶片技术。 美国国防部微电子工程主管Dev Shen-Loy指出, 美国国防部预计2025年展示Intel 18A晶片的原型生产。 换句话来说, RAMP-C第三阶段将集中于晶片设计的敲定。 这是设计流程最后阶段, 工程师将完成概念验证部分, 并将工作转移到量产上。 Intel 18A制程技术是英特尔下一代制程技术, 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提前实现量产。 英特尔执行长G.辛格自前曾表示, Intel 18A晶片的整体表现将会由于台积电2奈米。 英特尔还表示, 为此它已成为第一家组装ASML新型 High-End ATUV曝光工具的公司, 这是其旨在超越竞争对手的重要举措。 面对英特尔多次言语挑衅, 台积电的一位高管表示, 台积电并不一定需要使用ASML的下一代 High-End ATUV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器, 用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代晶片制造技术A16, 该技术正在开发中,将于2027年推出。 台积电技术副总Kevin Hong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说, 该公司的A16晶圆厂可能会设计成适应这项技术, 但这还不确定。 目前,台积电是ASML常规EUV曝光机的最大客户。 Kevin Hong表示, 他喜欢这项技术,但他不喜欢它的标价。 台积电的A16节点将遵循其2奈米生产节点, 后者预计将于2025年进入量产。 他还称,当High-N-AQV真正发挥作用时, 这取决于它们可以实现的最佳经济和技术平衡。 目前,预计每台HIN-NA设备的成本将超过3.51元, 折合3.78亿美元, 而ASML的常规EUV设备的成本为2亿元。 据悉,High-N-AQV曝光机预计将有助于将晶片设计缩小多达三分之二, 但晶片制造商必须权衡这一优势与更高的成本, 以及ASML的旧技术是否更可靠,足够好。 由此可见,台积电的工艺技术实力再次让英特尔无言以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